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我們在此請教劉魯先生 就是關於媳婦對我們不尊重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辦? 說實話,劉魯先生的一番話,我們真是首一飛錢 今天我想請教另一個問題 我發現我丈夫的年紀越來越大 他今年七十歲 年紀越來越大,脾氣越來越差 有時候好像火藥桶一樣 到底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這種狀況呢? 今天我們請來李先生講一講這個問題 各位朋友,歡迎來到廣州土著頻道 如果你喜歡廣州土著頻道和今天所講的主題 希望你在留言區裡面寫上一 這是對我們做好這個頻道的最大的鼓勵,多謝! 老人家發脾氣,經常被人誤解 就是年紀這麼大,還發脾氣 這個人性格當然不好 但有時候其實不是這樣說的 每個人都會有憤怒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簡單地下結論 其實我們真的需要去瞭解裡面的真正的原因 比如說有些夫妻 總是習慣性地因為一些小事互相指責 有些做太太的說話尖酸刻薄 有些先生為了識事寧人 他會選擇就是壓抑自己的情感 但是往往即利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就會爆發出來 對於老年人的憤怒 以我的生活經驗,我看最主要是這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遇過不少的老年人 他們在年輕的時候都有自己的夢想 都希望能夠通過努力,能夠夢想成真 但是現實是很殘酷的 有時候努力,並不能夠使你夢想成真 有時候真的努力了一輩子 都不能夠達到自己的理想 如果這個時候年紀又大了,時間又沒有了,精力又沒有了 加上太太的冷嘲熱諷的話 那就更加是很容易出現憤怒的情緒 這位太太提到你先生年紀越大,脾氣越差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你自己本身有沒有對你先生在某些方面 進行一種人身攻擊、冷嘲熱諷 第二種情況就是 可能老人家的情緒長期被壓抑 譬如說,夫妻之間,作為太太 你是不是經常否定你老公呢? 譬如說,總是覺得你老公這樣不行,那樣不行 旁邊老王這樣好東西,那樣厲害 有時候,男人為了識事令人忍氣吞聲不出聲 但是長期壓抑的話,總是有爆發的過一次 有可能是因為子女不孝順 也有可能因為是媳婦或者女婿之間的矛盾 長期以來,可能生活本身就充滿著很多老火 因為長期被紮備和長期被壓抑 他們甚至都會覺得有時候有火都沒有地方煩 正可能是由於這樣,當老年人年紀大的時候 開始就無所顧忌了,不需要再隱瞞自己的想法 所以那種憤怒情緒一表達起來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他越老,脾氣就越差 第三種情況就是當人越來越老的時候 腦部出現老化 當腦部持續老化的時候,時制力越來越差 那就很容易情緒激動,一激動就失控 那就很容易做出一些沒辦法挽回的事情 曾經就看過一則這樣的新聞 就是說在一間超市裏面 有一個老人選番茄 選一選,就拿其中一個番茄咬了一口 旁邊有一個人就提醒他,這些是商品來的 這樣做不妥當的 誰知道這個老人就反駁了 我不吃,又怎知道我值不值得去買呢? 跟著兩個人就咬了幾句之後 這個老人就把手上的番茄就扔過去 搞到周圍的店員和顧客 看見都傻了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些有關老人的新聞 就是有些老人年紀大了,還會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有些人說這些老人其實本身就是壞人 只不過是壞人變老 事實上並不是完全這樣的 有些老人其實在年輕的時候都是奉公守法的 甚至有些社會地位都不低的 但是由於老暴的老化 有時候他們情緒失控,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你說沒有辦法控制嗎? 其實如果這個老人還有自我意識的話 還是可以努力克制的 在這裡我大概說了老人為何這麼容易憤怒的原因 到底怎樣幫助這些老人處理自己的憤怒呢? 下面還是由方先生來說會比較好些 到底應該怎樣處理憤怒 憤怒情緒怎樣去處理的話 真是完全是取決於這個人的素質 包括他的性格、情感和他的內心 有時候作為家人你越關心他 他也會越不耐煩 老年人和我們普通人一樣 都是不願意去反省自己的 到底老人家的憤怒 在憤怒的背後 藏著什麼情緒呢? 有時候只有家庭成員才知道 譬如說可能在年輕的時候 太太出軌或者是先生出軌 他這種憤怒仍然是在內心裏面的 那就很容易對自己的太太 或者是對自己的先生 就很容易失去內心 總之來說 面對老年人那種憤怒 作為家人 最好的處理方法 應該還是保持內心 千萬不要跟老人家針鋒相對 應該給老人家一些冷靜的空間 除了剛才所說的要保持內心之外 家人有時候還要跟老人家討論一下 由於他們的憤怒會帶來的壞結果 例如說我有一個朋友 動一動就發脾氣 動一動就扔東西 口出狂言 甚至會 我跟他說 你這樣做不行 你家人沒有報警 因為他們住在紐約 如果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媳婦 或者你的女婿 對你不滿意的時候 一報警的時候 你就很嚴重 不過這種方法 只是對頭腦清醒的老年人有用 這些老年人 如果他能夠清楚 知道自己的憤怒情緒 可以產生壞結果 這樣的情形之下 可以異正辭嫌地跟他們說道理 但是有些老人家 根本連自己表達觀點都不清楚 所以對於憤怒和脾氣暴躁 又不懂得控制自己脾氣的老年人來說 我們只能夠跟他保持著距離 盡量不要激發他那種憤怒情緒 也不要跟他們針鋒相對 除了這個辦法之外 真的又很難找到其他辦法 最後一點想說的是 有些老人憤怒 是因為被人遺忘和忽略 現在很多年輕人當老人沒道 不管什麼情況什麼事情 從來都不徵求老年人的意見 老年人的存在 只是負責做奉獻 譬如說幫手大孫 犧牲自己的養老金 為子女的婚姻 買房、埋單等等 到底這些是不是老年人情願的呢? 說真的有些老年人是 不是那麼情願的 不得不付出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有時候他們就只能用憤怒 來表達自己的不滿情緒了 對 對